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一婷 今天日期8月2号 农历6月28星期五 天气部分呢 首先要来关心气温 各地呢 又是维持着高温炎热 高温普遍有出现34度到36度 将近中午的时间 紫外线还会偏强 那高温灯号的发布呢 除了新竹苗栗和宜兰 在这个图上面 是没有标出任何颜色之外 其他地方大多都标上了黄色灯号 那其中呢 台北还有台东这两个地方呢 更是出现了橙色 代表说可能连续会有36度高温 所以要加强注意了 整个天气状况 其实和昨天相当类似 环境吹的是西南风 所以清晨到中午呢 迎风面地区的中南部沿海 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不过到了白天之后 我各地就转为晴到多云 接着到了下午 再可能会有午后雷震雨 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除了山区 还有大台北 中部以及宜花平地 几率也是偏高的 所以呢 请各位观众朋友 要留意这个瞬间的大雨 雷击还有强震风 好 其他消息 来看到这个是温馨的小故事 此际环保护具平台 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如果以基隆团队来说 常常要跨县市支援东部的需求之外 这一次啊 志工们还收到了特别的请求 护具要来客制化 让拐杖还有医疗床 都有了全新面貌 闪亮的拐杖及鲜红的医疗床 以前志工也没有见过 不过他们已经从基隆运到花莲 打算给阿嬷一个大大的惊喜 很多客制化的事情我们都做过 第一次碰到这个 这个他喜欢红色的那个床 就来讨论好 就碎下去 把这个碰起来 两天的时间就完成了 看这身穿搭 装修衣对红色情有独钟 见到礼物对志工们是又抱又大声说爱 要不要纳风声就搁起吗 有 有哦 有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也爱你们啊 热情奔放的红 简直是阿嬷的代表色 失智还拖着甲状腺肿瘤 好在这副病区里 装着一个乐天的灵魂 谢粪 谢粪啊 谢粪盲粪啊 他说 那麻烦那个慈禁 那个师傅拿回去换 换那个一百分的来给妈妈 妈妈说不行不行 不要他就喜欢自己 果然肢体泄露了心情 拐杖走到哪就带到哪 逗得志工哈哈大笑 这趟来还顺道帮他洗脚剪指甲 被这么多人簇拥 昔日的活力仿佛重回到阿嬷身上 漂亮 简漂亮 干净 地震后阿嬷家出现惊人的裂缝 志工用混凝土帮忙剥好 做完这一切准备道别的时候 好好好 我们也爱你啦 还是这句话 却抵得上千言万语 带着鼻酸和复杂的心情 期盼可爱的阿嬷能长命百岁 快乐一世 大爱新闻 郑善美志工 肖慧玲 陈家和 陈和娇 朱秀莲 花莲报道 开米台风的后续关怀行动 趁着现在天气放晴了 60位慈记志工前往屏东 新园香港西村 启动安心家访 关怀超过了220户人家 当时担心受怕的心情 有了情绪出口 风雨期间的惊恐 96岁阿嬷会治不去 婆媳良相依为命 无奈媳妇双眼弱势 加上心脏病 受塞的无奈 需要关心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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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 不怕 受伤 舒服关心 把这个给你抵抵 吃冰安的 你们这来得很好 因为也很期待 人家说这有一份清洁感 对对对 真的很亲切 真的啊 谢谢啊 真的 真的 祝福你啦 而且我们是同乡的 同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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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后的期盼终于盼到志工到来 亲自走访问候 不安的心有了预靠 那这个面床也是吗 是 那这个师座也是 那带家杰出去了 旅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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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OK 没有淹水 大家在平安的时候 在在盖安转的时候 就要多走 对 真的 真的 所以横圈到这边 一百多公里 很远吗 不会 很近 我们的心很近 白新闻 正审美之宫 排名员张思琳 屏东报导 在看到嘉义家中的水退去之后 还很麻烦的是 有满屋淤泥要清扫 可是有些民众 靠自己力量 是根本没办法清 所以这里也集合了 六十多位志工 分成两个路线 展开了清扫任务 嘉义县水上乡 临近的八掌席一堤 附近村落 水淹一楼高 灾后一个礼拜 一新村张女士的家 积水退去 留下满屋子的淤泥 独居的张女士 是慈激关怀户 去年大雨 家里已经淹过水 这一次更严重 屋内的东西都裹上厚厚泥浆 变得非常重 志工费力把物品全搬出来 另外一户是废弃车辆的回收厂 也一夕之间成了废墟 因为废弃物量实在太大 厂方出动推土机载运 住在新港乡南农村的严先生 长期独居 前阵子摔断腿 无法清理受灾的家园 志工来协助 外头艳阳高照 物品家具全搬到外头 赶快清洗干净 嘉义地区志工动员60多位 协助5户居民打扫 原本明明的客厅 房间变得干干净净 地板甚至干净到发亮 居民的心也稍微可以轻松一些了 大爱新闻 正善美志工 王宪正 王翠云 张小娟 何柏银 嘉义报道 历史今天单元回顾8月2号这一天 这次凯米台风的路径 绕了一个圈彩登陆 不免让人想到2012年的苏拉台风 也是如此 当时中台威力走过台湾 也造成了灾情还有土石流 而那时此季除了发放 也援建了花莲秀林的河中部落 2014年8月2号 南非狮子园 人文光怀 台商李庆龙4月起 在狮子园成立工食站 为社区中贫困家庭的孩子公餐 本日首次展开 人文光怀 我非常感兴趣 谢谢郭东的 赤继广队系的祖父和祖父 他们非常好 让每个人都非常好 他们都非常好 每周一次热食供应 也带来慈禁人文礼仪 教导饭前要洗手 用感恩心唱颂供养歌 还有禁思语教学 半年的时间 孩子有改变 不只是家长惊喜 社区学校也邀请去工 将工食站移入校园 扩大影响力 2012年8月2号 中度台风 苏拉凌晨在花林登陆 雨势猛烈 四个小时就降下近 400毫米雨量 美兰西暴涨 市区接到淹水 秀林 星辰 也陆续传出土石榴灾情 那些黑酒刷子 一大堆 那些电脑 那些都害了 以民众他们需求的 我们再尽量地 能够提供他们所需要 这样子 所以我们目前可能会要 就请中心 每帮我们准备 300个生活包 风雨过后 志工分四条路线 紧急发放为问津 花林茨基医疗团队 提供疫诊服务 也与军方一同协助村民清扫 11月展开 秀林乡河中部落重建计划 为13户受灾家庭 进行修缮 大家会平平安安 一个月后欢喜入措 正至冬至 送来应景的汤圆 还有橘子与苹果 期待平安吉祥的到来 2008年8月2号 台南万人祈福会 以挖地志工碎石铺路 让祈福会顺利进行 整个都动起来 包括今天的场地 台湾县市都动起来 才能把这次的任务完成 我特地也签署了 灾界一个月 市政府广场 两万人祈福 志工宣导7月 速食灾界不烧纸钱 推广输时更进阶 年年前往各警销单位推速 红人都说我们实际 师兄师姐煮的素食餐很好吃 吃过这个之后 就会想要吃比较清淡的 所以之后也都会 叫到水族便当吃 7月我们都会 在各个警察局派出所推速 他们又会回馈我们一个竹筒 竹筒精神 沐心沐爱 七月吉祥月 如素减碳 时间6点46分 早安慈激情 今天要连线到中部 有一群马来西亚的环保志工 要从台中出发到花莲参访 而他们其实也不是今天刚抵台 已经来了两天了 并且在中部完成了环保战巡礼 想听那种如何 我们马上邀请到中部的志工 沈国福 师兄早安 主播早安 全球大爱的观众 大家早 好有活力的早安 好马上要来问问题了 这几天在中部环保战 相当热闹 马来西亚的志工来台取经 锁定了中张头的环保战 而且他们不是只去一间 是去了好几个地方 所以马上就想要来请教师兄 这一次的环保战行程 为什么会这样子安排呢 安排了好几个点 我们这一次为了欢迎 这个马来西亚水龙的环保志工菩萨 来到中部参访这个环保战 所以我们特别费心的 安排了这个中张头的环保战 不管是大型的环保战 中型的环保战 或是小型的环保战 来让他们参观 参访 交流 让他们学习 让他们知道说在台中地区有这么多的环保战都可以做环保 那像这个南浦环保战呢 它就是属于比较大型环保战 像霍里环保战或是东大环保战都是属于大型的 像这个 这个彰化的花坦环保战 还有普原环保战 它是属于比较小型的环保战 龙井环保战也是属于小型的环保战 但是像在这个花坦环保战 它可以看到这个在芒果树下做环保 没有 平数不大 那像这个在浦原环保战 它可以注射变成环保战 这个都是相当的亮点 在这个南浦环保战 它的布置 还有它的这个支援回收 这个 雨水的回收 还有这个环保战的这个动线 做环保战的方法 这些妙法等等 都是让他们带回马来西亚的这个 这个亮点 让他们带回马来西亚 希望他们在马来西亚能够 这个菩萨大招生 更多的环保志工来做环保 是 有心就不难 就是看到大家不管在哪个地方 其实有这个爱护地球的心 其实都可以来做环保 那我们刚刚在画面当中也都有看到 这个大马团队在参访过程中 他们都非常认真在记录 所以回过头来想要问 为什么说 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参访安排呢 这一次 这个马来西亚 雪隆志工 环保志工 他们来到台湾 非常的惊讶 台湾的这个环保 是有那么多的环保志工在做环保 而且这个环保战 做环保的这一个 这个方法或是说 它的这个动线等等 都跟有的 跟马来西亚不太一样 所以志工他们非常用心 非常精进的 拿起了这个手机 就一直照 跟他们不一样的 就一直照 一直照 一直录影这样 希望 将这个台湾的这个环保战的一些的亮点 它的发挥的功能 能够带回马来西亚跟马来西亚的 环保志工菩萨一起分享 这样 是 这一次来访的志工 其实有多达将近80人 那连续两天 您和他们之间的互动 是不是也有比较印象深刻 或是说有一些比较感动的瞬间呢 对 他们就是有夫妻党 还有父子党等等 来台湾参访 真的非常感动 他们也去参访了这个 农景的这个菜园 环保战 那这个菜园 他们的这个设备 都是由一些回收的这个东西来做的 像它的那个 支架 或是那个菜园里面的这个 一些设备 都是由支援回收做成的 那他们 志工在分享说 他们在这个 绕菜园的时候 都好像有一点 这种绕火的感觉 那菜园里面的这些 像这个 寒鸡肉 这个 菜刀 卜 菜龟 等等 这些作物 龙洲物 都 这个长得非常的 生机盎然 好像 在欢迎 这些菩萨的这个 道房 那这些 这个菜园的这些 菜 都长得 让这个 让这个大地 来滋润他们 不管是阳光 雨水 还有这些菩萨的用心 让他们感觉 这个 大地万物 都跟人 这样 生活在一起 共同 共同 这个 让这个大地 更有生机 这样 那这些环保菩萨 就是我们大地的 结果 就是草 跟菩提 所以他们 非常的感动 是 其实这次来 多达有80人 这个年龄差距非常大 有的其实才21岁 有的甚至也是有80多岁的 可以说这一次是有 彭自远方来 那他们远道而来 也是让我们有相互 学习的机会 非常感恩师兄 今天带来精彩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主播 感恩全球大爱的观众 感恩 感恩 好 其实有做环保都知道 爱护大地可以很简单 但是实际做起来 在尤其这种大热天之下 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那守护环境的人 除了志工之外 在中国大陆 还有环卫工人 所以志工就展开了关怀 也有中医师来把脉一诊 大家晚上好 相较白天的炎热 夏夜有凉风徐徐 还有西瓜降火器 安抚了这一整天的疲劳 洞庭湖溃停 水退后 垃圾遍布岸边 十多天来 他们是早出晚归 那我那整地 去十人的那高 和每天 长到老顶人去发 一直高到老顶人去发 有时这个不是垃圾堡吧 就是现在就是好吃 买东西都是用这个袋子 他们有些不讲 那我的酒吧 这个袋子 这活人一种 长沙慈禧志工 关怀环卫工人 道感恩 送关怀 加满爱的能量 还送来一整箱的物资 感恩他们的付出 总共要发放485份 配合工作时间和地点 一天就要办八场 活动从早上就开始起跑 环卫师傅们 他很多都没有吃早餐 然后外面很饿 就给他们准备了 凉肠和酸梅汤 还有绿豆汤 杨人家的生意 要知道 有些什么 2016年开始 到今年 是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了 所以看到这些 很多熟悉的师傅们 他们看到我们也特别的欢喜 好像就是走进了自己的家里一样的 不只是整备丰盛的早餐 还有卫教宣导 如何避免中暑 也与中医院合作 现场举办议诊 最常见的腰酸背痛 都能及时得到抑制 因为现在走到好不合遍嘛 那又走下去 又疼 起来也疼 现在好像有好多 要让大家带回家的物资箱里 吃的 用的全都能消暑解热 也是现在最需要的 很适用嘛 这种资源对我们很有帮助 因为联络的时候 我们都其实很感谢 打造城市之美 就从这份关怀的心意开始 戴新闻之三美志工 唐建云 李志 朱红英 张维一 不难报导 接下来关心国际间的消息 今天关键字要看到是 花生减敏疗法 看到这六个字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疑惑 因为花生可以说是 非常常见的过敏源 已在台湾国小学童当中 就是第二多的过敏源了 所以要怎么样 来透过花生减少过敏呢 接着就看到是澳洲 他们推出了全球第一个 国家级的治疗计划 初步要在十家医院试办 针对十二个月以下的婴儿 来治疗至少两年 每一天都要口服一定剂量的花生粉 至少两年之后来逐步增加这个剂量 提高孩子对于花生过敏的耐受度 Hunter was just six months old when he had a severe allergic reaction after his mother Kirsten fed him a quarter of a teaspoon of peanut butter 幸好澳洲有十家医院 推出了免费的口服免疫疗法 针对十二个月以下 诊断出对花生过敏的婴儿 让他每天吃下一定剂量的花生粉 维持至少两年 随疗程逐步增加剂量 提高婴儿的耐受度 降低过敏风险 这是全球首度以国家层级进行花生减敏治疗 因为澳洲每十名新生儿中就有一人食物过敏 而且对花生过敏无法随着成长或自身努力改善 这项减敏计划成功后将扩大规模 让更多儿童安心上学 大海新闻综合编译 现在奥运正如火如荼进行 这四年一次的机会 很多奥运迷都不想错过 所以看到有人是四十年来参加了七场奥运 还有在吉祥物的部分也是掀起了抢购热潮 奥运场外战况一样激烈 人人抢着入手的就是他奥运吉祥物福里吉 我认为我非常美丽 我认为是非常美丽 当然是非常美丽 十岁的奥运超级铁粉 来自美国圣坦蒙尼加 四十年来多达七届奥运 都有他共襄胜举 为了朝圣巴黎奥运 更是刷爆了每一张信用卡 除了观赛 除了观赛 罗宾森也会穿着 好时一年制成的奥运服 亮眼造型让他成为其他游客 争相合影的另类景点 他对奥运的热爱 或许就像圣火一样 永不止息 一旦奥运场完之后 我开始预计到下一步 所以全部都会出现 我必须把全部都剪掉 然后再开始 为了奥运场完之后 我认为我会把美国的颜色币 从头到头 大爱新闻 姜玉婷编译 接着关心天气数据 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震雨 气温26-36度 降雨几率20-30% 中部晴时多云 气温26-35度 降雨几率20-30% 南部地区 气温27-36度 降雨几率20-30% 东半部 气温26-34度 降雨几率20% 里岛 气温27-34度 降雨几率2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早安新闻 感谢您的加入 我是林怡婷 我们明天见